擁有十萬粉絲追蹤的輪椅女孩雪莉 昨天發文指控 搭乘臺南公車的時候 一度被拒載 還被司機調侃 不會駕駛電動輪椅 言語中充滿嘲諷的意味 而九月底時才有另一名聲障民眾搭乘 公車的時候 從公車斜板上翻覆 接連兩起聲障人士遭到不友善的對待 也讓臺南市長黃偉哲親自留言道歉 公車到站後 證明擁有十萬粉絲追蹤的網紅輪椅女孩雪莉 駕駛電動輪椅在旁等待 司機固定斜坡後請她上車 但整個過程讓她感覺很不友善 她有幫忙服務一下 然後 可是她嘴巴還是在順順念說 你就是不會開輪椅才會這樣子 但事實上真的就只是因為那個斜坡坡度的問題 經理也不是很好受 雪莉說當天一開始 先被司機電動輪椅無法固定 公車不在電動輪椅等說辭企圖俱在 上車後又被調侃 不會駕駛電動輪椅 連下車時 一開始也沒見司機主動幫忙 司機就是說可能言語上面的表達沒有很完善 然後造成說那個搭乘的乘客呢 心裡有一些不舒服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公司感到很抱歉 文章在網路發酵 台南市長黃偉哲也留言致歉 只是不友善的狀況不是第一次 九月底也有身障朋友搭車時 疑似司機不會操作無障礙斜板 也沒協助上車 導致身障朋友失去重心厚養 摔出輪椅 市府將要求相關單位針對 身障者搭乘公車的標準作業流程 加強教育訓練 身障朋友被不友善對待的部分 也著手調查 若司機確實有疏失 不排除開罰九千元 記者王廷孟昭全 台南報導